8月26日下午 香港特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 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就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結果會見傳媒 李家超公布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名單 其中資審會就有關人士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區的要求和條件作出決定 資審會總共審查了1498人的資格 當中326位是當然委員登記人 156位獲題名人以及1016位候選人 被裁定資格有效的有1496人 包括325位當然委員 156位經提名產生的委員 以及1015位界別分組選舉候選人 被裁定資格無效的有兩人 一名是界別分組選舉候選人 因為未有登記為地方選區選民的基本條件 不符合資格 另一位是當然委員登記人 被認定不符合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李家超表示 資審會一般不公開不合資格人士的身份 但由於該人士是立法會議員 即使有跟進的事情 因此公開其身份 她是立法會議員鄭松泰 資審會在審查她登記時 要求她就指明的事情提供資料和解釋 在收到她的回覆之後 資審會就鄭松泰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區這個法定要求和條件 尋求國安委的意見 在收到國安委就她不符合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的審查意見書之後 資審會裁定她登記無效 按照2020年11月11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 以及立法會條例的第15括活資的規定 鄭松泰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席 李家超強調 資審會負責資格審查 是落實愛國者治港的重要制度保障 資審會不容許假扮擁護基本法 假扮效忠香港特區的人進入特區的管制體制 李家超表示 資審會在審查時 會參考負面清單所列出的行為 包括宣揚和支持港獨 自覺 侮辱國旗國徽 拒絕承認香港是中國特別行政區的限制地位等 考慮有關人士過往的言行 寫的書籍和文章 他被要求之後 所提交的額外資料和解釋 以及資審會所掌握的資料 作綜合的考慮和決定 資審會的成立 是優化過往由選舉主任作資格審查工作的制度 將審查工作由個別公務員負責 提升到一個由多人組成 成員有司局長高級官員的委員會負責 再加入獨立人士以彰顯公正性 避免以往選舉主任承受政治壓力起底的不當攻擊 審查並非搞清一色 參選人可以反對政府 但不能夠做損害國家和香港利益的事 包括負面清單的行為等等 擁護基本法是在意圖上和言行上 真心地和真誠地遵守 支持 擁護 維護 和信奉 資審會不會讓假扮擁護基本法 偽裝效忠特區的人進入管治體制 李家超指出 此次通過審查的人來自不同黨派及報稱獨立人士 審查結果證明 持反對意見的人 只要符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的要求和條件 可以通過審查 他表示 接下來特區政府將全力辦好9月19日的選委會 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其中選委會的角色至關重要 為此 特區政府將權力以赴 確保選舉在公平 公正及連結的情況下進行 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